说到西游记啊 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的有幸啊 请到了在西游记续集当中 扮演沙僧的演员 刘大刚老师 掌声有请 哎呦 我觉得这个刘老师 往我面前一站啊 这个双手核实啊 这个气韵宣扬 这真是有点这个沙僧在我旁边的感觉啊 取经的路啊 这个九九八十一难很不平坦 那刘老师 您这个拍这个西游记的续集 是不是也经历了很多的磨难 所谓的续字 还是八二年的延续 拍完了这十六集之后 才是杨洁导演 他写剧本的这个完整的 完整的啊 因为这九九八十一难 这是对人生观 世界观价值观的一种历练 绝非是一个单调的大妖怪 您拍这沙和尚的时候 都吃了什么苦啊 我先说说我这个道具吧 首先说这个耳环 这是女孩子过去戴的铜镯子 我挂在耳朵上 它的重量是三两 每天都要戴着 因为我这活子大 你这个耳环这么一大小铁圈 镜头一远了 看不见了 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脑袋一压这个耳朵 那就跟针刺一样 疼得不得了 那么我这套佛珠五公斤重 五公斤 五公斤重 那么我挑的这个担子 前边放了五块砖 后边放了五块砖 全加起来二十多公斤 二十多公斤 每天这么挑着 每月这么挑着 每年这么挑着 要那个感觉是吗 那不能不放那么重吗 面对我们拍戏的具体环境 总在山坡上 海边上拍戏 总有五六级的风 我试验过 结果还没走呢 连担子在佛珠都跑身后 都飘下来了 被风给挂的都挂在身后 所以你挑起那担子 为什么感觉有点颤红颤红的 这担子里有重量 有重量 有东西 很多观众也有调侃的 说你这担子 这是不是装的啤酒 是不是也还是 有的时候装的可乐 实际上我拍摄的时候 那是前后放了五块砖 所以挑起那担子 才有这 差弧的感觉 每天什么三道勾 耳朵一道勾 脖子一道勾 肩膀一道勾 您这道具 您现在还留着呢吗 留着我今天拿了禅杖 拿了佛珠 拿了佛珠 我的天啊 你拿了佛珠 我的天啊 你 你带上这佛珠 您还能重现两下吗 摆几个简单造型 您慢一点 摆个姿势吧 这么说的就是 嘿 因为我们师徒四人啊 都是戏区演员出身 那么这个戏里有很多武打 好看就是我们亲自去打 山山水水都是实景啊 对 西游记的场景 把祖国的大好河山 也记录了 都记录在这个片子里边了 哎呀 我觉得这个 刘老师您这个 这个佛珠 咱不带着了 太太太累了 太辛苦了 这样 周培言你这个体型 演这个沙僧啊 还是有点希望的 你来试试 好吧 感受一下啊 感觉怎么样 抬头 还能抬起来吗 抬头 这应该再把那个 那个弹子再给它打 这也是目的是的 走吧 咱取冲 你得讲 还是有点差的意思 对 周你还是适合九尺钉耙 你摆一个造型 刘老师刚刚那造型 你学的会吗 让刘老师叼敬你 这个还是像 去高老庄的感觉 对 还有少半年再来一遍 东西完整一摆 它就这样 就真有位置的 你这眼睛深的 往前探着 你慢点 你慢点 这行了吗 老师 这样 真的 真的 幽孽 我放下武器 你饶我 谁放下武器 你一放下武器 还没打就投降了是吗 行了 给你一个任务 把这个 说出咱拿下去 但是这道具做的 真挺真的